就很多人都在奇怪啊 就是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枪击血案 最近呢 一个15岁的一个少年 叫Eason Eason Crumbly 他就是说 父母给他Black Friday买了一支手枪 作为圣诞礼物 他拿了这支手枪呢 到学校去 残忍的杀死了四名同学 打伤了七名同学和一名老师 在追溯之前呢 佛罗里达这个帕克兰杀了 这个学生凶手杀了17名同学 再往之前 Texas 22名同学被杀 都是青少年的这些枪手 犯下滔天的这个枪击血案 大家都在confuse 就是说 大获不解 为什么美国的青少年会这么暴力呢 就是为什么 他们的这种暴力思想从何而来呢 看看上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上面呢 这是肯塔基的这个众议员 这个叫Mason Mason的这个众议员呢 他过圣诞节 你猜他的 他在家 全家人拿着冲锋枪 围着圣诞柱照了一张像 他的主题是 Santa Bring us more armor 意思就是说 圣诞老人 请给我们的圣诞礼物 请给我们更多的子弹 这是明目张胆的宣传枪击暴力 你看 全家人 他们夫妻俩 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儿子 全部拿着冲锋枪 站在圣诞树旁边 你说像这种文化氛围 青少年怎么可能不去犯罪 对不对 你手里全是冲锋枪 你一旦这个怒气上头 对不对 古今上头 你就会拿着枪冲出家门 去制造血案 对不对 杀人 就是 就是可以血流成河 所以美国枪击血案 已经是司控见惯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些共和党的这些匪徒 共和党这些支持枪击 泛滥的这些可耻的匪徒 还有川普支持者 对不对 不断的煽动 这个枪 这个持枪 自卫的这种谎言 对不对 说什么美国第二 宪法第二修正案 什么狗屁 这个第二修正案 早就应该废除了 美国现在已经 枪支已经泛滥到 人尽有枪的这种地步了 你看 过圣诞节 要的不是圣诞老人给的礼物 是枪支弹药的 你说美国人 怎么不可能血流成河 真丢脸了共和党 新英Republican Republican这帮人就是一帮 稳定